大家早上好 看到很多朋友还对现在基金会以及蝶链的一些节点的状况不是很了解 那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先打开飞虎浏览器 我们往下可以看到排名第15位的F024563蝶链科技 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是排名第15位 矿鸡当量1184.1 然后呢它的算力的增速是已经突破了这个200多 今天是130多 幸运值呢108还是OK的 那我们再打开相关的其他节点 087256呢是我们1816的这个购买满存算力的一个节点 那它呢是一个固定的一个算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封装量 8.1个P 现在呢它的一个幸运值也是还蛮高的 百分之一百一百一十七点几啊 好另外呢就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 我们的 还有一个130727 对 好这个节点呢是我们前期兑换的算力 矿鸡兑换的算力就是那个金海时代 那我们看一下啊 它已经有十点多个P 那也在不断的还在增速啊 每天的算力增速达到159 现在来看 幸运值也有百分之一百以上 好最后还有一个节点呢是大家比较关注的 就是我们的 952 F0144952 这个节点呢是我们的 前面教了抵押币的那个节点啊 是64GB的一个这样的扇区的一个封装方式 那我们看到现在呢是4.38个P啊 已经封装 每天呢它的一个增速是200多T 那么最近这两天应该还会加速啊 这个节点做一个重点的一个介绍 前期我们有700台的机器对吧 每台机器呢是10个T 两个T呢用于呃这个系统和应急 那么每台机器就是剩下8个T需要封装 那700台乘以8个T就是啊 5600个T对吧 5600个T呢相当于5.6个T 5.6个P左右 所以呢现在4点多个P 隔那个5点多个P呢 大概还差一个多P 所以一个多P呢 那如果是按照每天200T的一个速度呢 大概是5天左右可以封装完 那如果还有加速的话呢 可以更早啊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现在呢因为它的这个封装的一个容量还不是那么的大 所以它的幸运值呢不是那么的稳定啊 我们看到现在暂时是82% 好这就是目前几个节点的一个情况 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